瞻前顧后 合理把长者送入避难所 这里是乌克兰中南部城市地涅伯罗 志工建立收容所 照顾战火下被遗忘的长者 大部分长者罹患慢性病 要加入逃难人群 甚至在边境滞留几天 无法想象 虽然逃过炮火 但后续该怎么生活才是真正的考验 志工希望能尽量圆满长者的需求 因为你必须要做这些 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最好 我们知道这些人正确实 我们知道这些人正确实 我们有可能的可能性 来自都内茨克州的老奶奶 比大多数长者幸运 她还能靠自己一瘸一拐 逃难到边境 等待家人前来接应 这是老奶奶经历的第三场战争 尽管疾病缠身 她表示只要身边有家人 活下去就能看到希望 带新闻落着性变异